今天要做炒麵 剛剛煎了蛋絲 然後等一下還有馬鈴薯 青椒 跟肉絲 嗨我是Oprah 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紹的東西呢 就是我昨天收到的一個包裹 要不是我就是今天星期有來的時候 想說把它打開的話呢 我真的不知道它裡面是什麼東西 但是我打開之後呢 就覺得超開心的 想說一定要錄影跟你們分享這樣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我今天開箱了什麼東西 然後那些東西我會直接用在臉上 如果你對這個影片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今天要用的東西呢就是這個 這個呢就是上面還寫了一個 這麼漂亮的一個卡片是給我的 這個牌子呢叫做Spicy Chalk 然後這個呢它這個廠商好像是 前兩個禮拜還兩三個禮拜前聯絡我說 他有看到我的影片有在分享一些刷具 然後他們家有一些美妝袋跟刷具 問我有沒有興趣試用這樣 然後結果他們想寄一些公關品跟我玩玩看這樣 然後呢我就收到了 這個呢就是它裡面還有卡片 然後寫著就是一個很可愛 我跟你說我這個人就是超級無敵 就是 我不知道是處女座還是怎麼樣 非常非常容易滿足 就是很容易安撫的一個人這樣 我只要收到這種手寫信 我就會 整個心很暖 就暖到一個不行 就覺得 好啦都可以 anyway我收到這個手寫卡片呢 就覺得非常非常的用心 我以前當公關的時候其實我也是就是堅持 每一個公關品我都會手寫一個小卡片 甚至是寄禮物出去我也會寫一個小卡片 這樣就覺得 那是一種心意這樣 好包裝就在這邊 這個我還沒有打開 就真的想說拍個影片跟大家一起分享 因為他們家的美妝袋我是真的覺得很漂亮 是一個很像是大理石蛋糕的那種美妝袋這樣 好美喔 然後我剛剛看了那個包裝上面的那個地址 我才發現說 原來它不在台灣 它好疑似是在香港 因為是從香港寄過來這樣 我已經看到了非常非常漂亮 我要把它拆開來 直接拆開來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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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它真的就是一個粉紅色 跟一個金色的那種大理石的 紋路 好可愛喔 它的西裝比較特別 它是屬於那種長型 然後下面是有我很愛的那種拋光面 然後側面還有一個小的拋光面 然後它是粉紅色大理石的 然後有附一個這個盒子可以裝這樣 另外這一個呢 是比較像是beauty blend的那種形狀的 膚橘色超級無敵可愛 好 我現在把它關起來 然後呢 裡面還有這個五個東西 應該是刷子 是11 12 17 19 20 它的信上面有說 它看到我很喜歡就是畫鼻影或眉毛 所以它有送給我一個是 呃 修容刷 它每一個刷子啊打開來 都會有一個這個 保護套 然後 跟這個刷子本身 然後他們家的刷子好迷你喔 就是那種你放在旅行包上面是OK的 因為像我的刷子大部分都是買Sigma 或者是Real Techniques那種都是把柄超大的那種 所以如果真的要帶出門沒有這麼方便 可是我還是會帶 因為你知道 我就覺得好用比那個方便來的就是實際這樣 它寄了這五支給我喔 它寄給我的這一套是有山羊毛做的鼻影還有眼影刷 然後這個是用刁毛做的特大眉刷畫眉很快而且不刺激皮膚 我有畫眉毛欸 那我等一下要卸一邊然後來畫畫看這樣 然後這一個呢 它有一個袋子 這個是什麼 喔 它是有一個皮套可以裝這些刷具的嗎 Amazing 它可以這樣子裝 這樣子裝 喔 好美喔 這樣子也太方便了吧 好我現在就要把眉毛卸掉 然後直接來上個整個臉 就是我現在已經把一邊眉毛卸掉 這邊還有眉毛啊 因為想說卸一邊就好這樣 然後 我等一下要直接用它的那個美妝蛋 看它是需要浸濕還是噴濕 我剛剛摸起來的話 我覺得它的軟硬度跟Real Techniques有一點點像 但又比Real Techniques再軟一點點這樣 所以它真的好漂亮 我覺得有點捨不得去碰它這樣 然後因為它送給我兩顆 我知道兩顆是就是它的功能應該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畢竟本身一個是比較橢圓形 一個是圓形的拋光狀 但我就想說我用其中一個拋光狀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送給你們 因為這真的很美啊 就是一個是粉色一個是膚橘色這樣 我想說我用粉色 然後把這個膚橘色這一顆送給你們 我覺得它以它這個軟硬程度應該是噴濕就非常的OK了 它有兩個切面有沒有 然後我要上的底妝就是比較濃稠款的那個雅詩蘭黛的粉濕酒 然後我先把它抹上來 欸有沒有覺得我的臉在發光 真的是寶拉甄選跟那個Melly Melly 我剛剛就是化妝前我先擦一下 好我現在直接上 有點捨不得太漂亮了 我用拋光面先上一下 喔這個觸感完全就是我喜歡的 它的軟硬度呢是大概是中偏軟 沒有到超級無敵軟 沒有跟那個Fenty Beauty的一樣軟 但是它是中偏軟的程度 我覺得超級無敵服貼欸很好用 就是它的那個軟硬程度啊 跟它的那個幫助上妝的程度 跟它整個捏起來上手的程度 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我來試試看就是如果用它粉狀的話會怎麼樣 因為我想說我平常都會用這個定妝嘛 MAKE UP FOREVER的 那我就用它的側面一點點 來定我的眼下 我覺得它的定粉狀的狀況也還OK 就是粉質一樣是細緻的有沒有 它上上去的那個服貼感是有的 然後用側邊這個小小的地方上還蠻方便的欸 欸我還蠻喜歡的欸 這應該又會變成我近期最愛的 因為我之前就是一直不斷的在用Fenty Beauty 可是我後來發現Fenty Beauty Fenty Beauty有一個缺點就是它太小顆了 就很容易溜去 很容易就是跑出去 因為它就是只有半顆的大小嘛 很容易有壞的話就這樣飛出去這樣 因為妳的眉皂動作很大 我覺得它的狀況就是 跟我想像的差不多 因為我一捏起來手感就覺得 這一顆會是我喜歡的蛋這樣 但目前這樣上上來我覺得也很OK 就是底妝看起來是很漂亮的 然後最近眉毛啊 我喜歡用Anastasia這個眉膠 因為我最近就一直在玩一些萬聖節啊 跟就是之後要比賽的妝 所以就是最近用這個覺得還蠻好用 然後用這個的話 我都會用Sephora的這個眉刷啊 因為就是一定要用這種 就是毛比較硬的那種眉刷 它畫起來會比較方便這樣 那既然它都寄給我那個 然後它雕毛做的就是很大的 就是會讓你上眉妝比較方便 那我就來用用看 就是這一支 這一支20號 20號它說是雕毛做的眉刷 它超級無敵大有沒有 它這個眉刷頭超級無敵大 然後我要搭配Anastasia的這個眉膠 喔它比我想像中的軟很多欸 雖然它軟 可是它的那個抓那個高體的那個力量還不錯 我雖然說人就真的是一陣一陣 像我這兩天用了這個Anastasia的這個眉膠之後 又覺得欸好好用 那我為什麼前陣子都不用它都要用眉筆 可是真的就是人就是一陣一陣 尤其是像我們這種需要一直不斷的買最新的產品的人啊 你就是你如果沒有提醒自己說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用的話 你真的很容易就會遺忘它 即便你很喜歡它 你還是會很容易被下一個東西就是 推到前面去你知道就是會忘記它 所以我都會不時的去看我的抽屜有什麼 然後就是不時的更換我的每天的化妝包 不然我真的會一直都只用同一個東西就很不OK 好我覺得它的這個眉刷就是它是比較偏軟的 像那個我的這支Sephora這支啊它就是比較偏硬的那種 所以用來畫膏狀我會覺得比較適合 那這種比較偏軟的話膏狀也OK 但是我覺得它用來畫粉狀應該會更上手這樣 我剛剛用來畫膏狀其實也OK 就畫起來也是還蠻自然的 但我覺得它用來上粉狀應該會更能得心應手這樣 因為它真的比我一般用的眉刷軟一點點 眉毛畫好了 再來呢我來看一下它還有什麼其他東西 然後我睫毛剛剛已經用燙睫毛器整理過了 因為就想說先整理等一下就可以直接上這樣 今天的眼影呢我就想說拿我很久 就是之前有跟你們說想跟你們分享的KATE那兩個眼影盤 就是懷舊摩登眼影盒這樣 但是我只能說我用了幾天下來 我真心的沒有覺得它粉質系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它就是比較了無心意一點這樣 所以就如果真的要我特別介紹我會覺得 我用它畫出來的妝其實跟我平常的妝差不多 就讓我沒有這麼想要特別介紹它這樣 但是今天就還是拿它出來畫一點 畢竟我都已經買了 所以就是把它拿出來用 先用手沾一點亮粉色 它就是顯色度非常的好 可是顏色比較無聊 就是它的配色就是橘色配紅色這樣 那當然你如果要去買一些藍色跟綠色也是OK 可是因為一般人根本就不敢用那個顏色 所以我後來也就沒有買 我就買了橘色跟紅色 想說這兩個顏色是我平常最會用的顏色 我覺得它畫起來都會覺得蠻漂亮的 然後重點是我覺得這種日系眼影有一個好處就是啊 因為它有亮粉 所以你基本上如果就算你不太會暈染你的眼影粉 它也不會就是太糟糕 它也不會讓你覺得你的眼影畫得好醜這樣 也不會這樣 好然後我要用它這個小眼影刷 這個是19號 沾一下這個深色 我跟你說真的就是 因為它的顏色就是大同小異的 然後因為它就是那種帶亮粉的眼影 所以它畫出來真的跟我平常畫的眼妝就會有一點點像 就會覺得沒有什麼好特別分享 可是當然如果你平常是愛這種很簡單的日系眼妝的話 可以去買一盒啦 因為這個真的是天天都可以用 然後你如果要畫重一點的眼妝 其實你就把重色畫在整個眼皮上 再慢慢的用手指把它暈開 也OK 它不會有太大容易失誤的地方 我覺得這就是細眼影的好處 我很喜歡這種加強眼頭跟眼尾的畫法 覺得那會讓我的眼睛看起來比較深邃 這個小刷子用起來還蠻方便的 就是它的刷毛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你可以感覺到它的刷毛是真心的舒服的那種刷毛 跟那種薄牙買的29塊39塊是絕對有差的那種 然後用這一支是17號 用17號這個寬扁的梳子沾這個玫瑰金的顏色 然後打亮一下臥蠶 眼影就非常簡單的完成了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技巧可言欸 就是加強眼尾跟眼頭 這樣 輕輕加強眼尾跟眼頭 讓眼睛看起來深邃一點而已 再用剛剛這個 再用12號這一支呢 沾一下這個亮白色 打亮一下眉骨 日式眼影的真的亮粉色 都會讓你覺得很明確這樣 打亮完之後呢 再來就是這個鼻影刷 那我的鼻影呢 就要搭配Kavin Alcon的那個 Sculpting Powder這個 它的色號是Medium 我覺得它的抓粉力很強 所以你們記得一定要 就是如果你用它的話 一定要就是 弄掉一點點 因為弄掉一點看起來比較自然 然後我上鼻影呢 都是很輕的這樣上 我會加強在這一段 因為我覺得我這一段沒有鼻樑 看起來那個眼睛眼距會比較開 所以我通常都會加強在那一段 這邊是有畫這邊是沒有畫 應該有差吧 我自己是非常享受修容跟畫鼻影的那個 步驟 非常喜歡這個步驟 我覺得它這個刷毛超級無敵舒服的 不知道這一組多少錢 我等一下去查一下 然後再打在下面給你們看 因為通常你就會覺得 這麼小隻的刷子 可能就是那種刷毛 是那種亂用的那種 就是粗粗刺刺的 完全不會 完全不會讓我的鼻子 或者是臉覺得 不舒服還怎麼樣 我想說用它這個修容 沾一點點我剛剛那個眼影的紅色 來當腮紅好了 因為我覺得 我記得我上次用那個眼影的紅色 當腮紅還OK 顏色我覺得蠻可愛的 我就是會先沾一點 然後在蓋子上面刷開 然後敲掉之後呢 再畫在我想要的範圍 那這支影 刷子其實真的對腮紅來說 有點太小啦 但因為我剛好就想說 不想去拿別的刷子 想直接用他們送我的刷子 就是直接完妝 所以就直接這樣上 但我覺得它上上去 也沒有什麼刷痕 也還不錯 就是以畫圓的方式來說 它上的妝師 就是還蠻服貼 蠻勻襯的這樣 好今天呢 就是整個把臉上 直接上了這個 新的美妝蛋 就是我又是一個 蛋系的博士生 好不好 然後還有他們送給我的 就是這一組刷具組 我覺得啊刷具 對我來說就是那種 你其實買一組 就可以用非常非常非常久的那種 就是像我現在 我其實愛用的 Sigma跟Real Tennis 那一些刷子 大概都是我四五年前 第一次買刷具的時候 沿用到現在 其實他們真的可以用很久 所以我覺得刷具這種東西 不一定要去買 可能就是 曲城式康斯文化 或那種 開架超級無敵便宜的那種 我覺得刷具上面是 不需要特別去省便宜那種 我之前推薦的Riva 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Sigma跟Real Tennis 是我的all time favorite 然後這一次呢 我覺得它這一組 真的是 旅行組的那個 好用度 跟它的那個刷毛的精緻度 是有嚇到我的那種 因為它 通常這種小的 你就會覺得它就是那種 可能美容展隨便送你的那種 很爛的旅行組 但它完全不是 就是 這一支修容刷 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我覺得它拿來刷鼻影啊 超級無敵自然以外 完全不刺 因為我本身你們也知道 我是虫麻疹的超級大患者 然後我也很常過敏這樣 但是我剛剛使用這些刷子呢 都完全不刺 是真的完全 絲毫的不刺 就是沒有那種 啊 我被扎到了 我是紫薇的那種感覺 完全沒有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最近有在考慮一些刷具組 我可以去參考他們的網站 因為他們寄給我 我還不確定他們的價格是怎麼樣 但是呢 我覺得目前用下來 我是還蠻喜歡 然後附上這個皮套 超方便啊 超可愛的 然後這個美妝蛋呢 是我真的真的非常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的這個軟硬度 跟它的服貼程度 跟它使用上面方便的程度 因為它只要噴濕就好的話 就是非常符合我這種蛋系的人 就是我喜歡就是一種軟爛的那個蛋系的話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軟爛派 不喜歡那種real tennis 比較偏硬的話呢 這一顆你也會非常的愛 而且它非常的漂亮 它就是一個大理石的紋路 然後呢 它還有送給我另外一顆 這一顆是膚色的 膚色的大理石 那這一顆呢 我就會直接送給你們 因為我覺得 就是我的蛋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已經試用了一顆 我覺得很不錯之後呢 這一顆就送給你們吧 你們就只要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你想獲得這一顆蛋 然後留任何你想要留的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在下面抽一個 然後隨機送給你們囉 到時候在郵局包裹寄給你們 所以如果你在國外的話呢 好啦也是可以啦 就是硬要我就是一個 落魄youtuber寄信給你 寄東西 就到國外給你的話 也是ok這樣好不好 好啦那今天的那個影片呢 就是分享這個新的品牌 刷具跟美妝蛋組 我自己用起來是覺得還蠻喜歡 然後今天這個妝我也覺得 它上起來是非常服貼的 看起來是蠻漂亮的吧 是不是 是不是 好啦那我今天呢 也是要趕一個什麼 兩三個影片之類的 今天也是非常的忙碌 然後就是趕快抽空 先錄一個這個影片 然後等一下就是要去剪片拍片 剪片拍片囉 如果有喜歡我的話 可以去Instagram的 Fine with Folkrat 或是Facebook找我玩 然後我最近會一直不斷 在Instagram上曬我 就是露兒寶貝的照片 就是如果你不喜歡看的話 不可能會有人不喜歡看 因為它太可愛了 好啦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掰掰